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主公想想看 此时此刻曹操会怎样呢 曹操断不会让刘备作用京相 呈心腹俱患 曹操冠会用兵 他必然会趁我们攻打合非之机 袭去镜香 如果曹操和刘备能够争得死去活来 那我将动就可以静待事变了 自禁啊 听此敬言 如长夜得明灯 就照你说的做 主公过奖了 请主公和太夫人继续用参拔 在下在下告退了 军机事务竟交给公警 公警啊 本事是有 但过于心高气傲 如今又深受重伤 我担心 他年命不永 江东施宜国筑啊 母亲不必担心 先兄对我说过一句话 也许母亲不知道 说什么 就是刚才母亲所说的 子敬之才 绝不下于公警 他还说 若有此人在 可保江东二十年无忧 我都忘了 你没办法 要死 是 不过 你怎么走 你怎么走 如此 你自己取得 你怎么走 可是你来 尚好 我看不甚好 子冥 引我拜见大都督 请 半个月前 攻进发函 请主公增兵三万攻打南军 主公正要发兵之时 合肥突然传来敌警 张辽引军难犯 连破江北树寨 情急之下 主公只好引这三万兵马 连夜北上拥抵 没想到 张辽的军力十分强大 再加上 主公阵前缺乏梁将 与他交手之后 连错树阵 不然 主公命我星夜兼程至此 与大都督商量 商量什么 请大都督引军前往合肥 主持那里的军事 至于荆州之事 等合肥战霸回头再做打算 主公 听起来 这项主公军令 并不是商人 公警啊 何非军情如火 还望以大举为重 子敬啊 张辽没有水师 他的兵马再强 对我江东也无多大威胁 倒是京香之地若不夺回来 终是我江东祸患 我看你还是先回去 向主公禀报我的请求 请他撤离合肥 仅留一支兵 与张辽虚声相持即可 将三万军交与我征伐刘备 公警啊 你久为大将笔帽之兵 现在合肥阵前 两军已是犬牙交错 主公如何撤得下来 你久为大将笔帽之兵 你久为大将笔帽之兵 现在合肥阵前 如果仓促撤军必成溃败之事 到那时 连动我江北各城 恐怕都要实现哪 几座江北小城重要 还是京香重要 不错 丢几座江北城池 其实并不可惜 可是 我们能够丢下主公不管吗 如果主公仓促撤军 必遭曹军的掩杀 公警啊 合肥那里的地势 你是知道的 前面是强敌 后面是大将 张辽又是曹操的上将 久经沙场 主公一旦被他掩杀 只能是一退再退 坠入险境 到那时三军不得不背水而战 险境转瞬之间 就变成了绝境啊 也不ishops 如果主公一旦遭遇不测 你我何以面对江东父劳 你我还能够偷生吗 锋姬啊 你不就想替主公征回荆州吗 如果你同意 此事交与我来办 你引军前往合肥回原主 我去找刘备说礼讨回荆州 我们分头行事 你看不可好啊 说礼能讨回荆州 这礼在前 兵在后 再说 关于荆州之事 刘备诸葛亮余公输着礼 于此欠我的情啊 紫禁好天真啊 公金也是太多志了 既然我们现在没有拿回荆州 何不让我这个天真者 去试他一试 就算我们拿不回来 我也好为你 去探一探刘备的虚实吗 我不出军事所料 那曹操已经知道我们夺得京香了 却按兵不动 并没有挥师南下收复师弟 只是战时没有吧 曹操眼巴巴地 等着我们和吴侯争起来呢 那令人不解的是 孙权怎么在合肥跟张辽打起来了 说实话这件事我也不解 报 主公 主公 鲁肃先生过江来了 来求见主公 这正说江东的江东就来人了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主公的不解之事 就要问问这个鲁肃了 要请 遵命 这么说 紫禁还是要抢锁荆州咯 不 不是索取 是恭请皇叔 归还 鲁大人啊 你可真会讲笑话 我哥哥又没见你的 凭什么还啊 义德这话说得好 真是好啊 张将军这话好在哪里呢 好就好在 他等于说了 如果借了就应当还 对吗 对啊 我没说错呀 刘皇叔早年犯过旅 张将军早年卖过肉 虽然如今都成了气候 但不管怎么说 以前都是做过生意的 早年做的是小生意 如今做的是大生意 但是不管生意是大是小 这里的规矩可都是一样的 什么规矩呢 谁投的本钱大 谁的获利就多 对吗 鲁大人 你就别让弯子了 有话直说 张将军喜欢痛快 好 那在下就往痛快中说了 首先 刘皇叔有没有向我东吴 借过东西呢 张将军说没有 而我说有 你向我东吴借过五万大军 你向我东吴借过 八千三百位将士的性命 半年前 曹操因百万之众南下 连克京乡各军 将诸位逐的事 递不过百亩 兵不过树群 可谓是命悬一线 是我江东以举国之力 拜曹操于赤壁 这才给了诸位残喘之计 方才能够有今日之胜 而我东吴借为此付出了 兵马 钱梁 性命等沉重代价 现在仗打完了 我东吴不仅寸力未得 而京乡各军 反而却被贵军 趁虚斩下 皇叔啊 义德呀 请你们扪心自问 这合乎生意规矩吗 这合乎天理人情吗 这合乎皇叔一贯标榜的 仁义吗 紫敬啊紫敬 好一张立足 先前相处多日 我竟没有看出来 该罚 该罚 孔明过奖了 万急之下 老实人也会张口咬人的 理解 理解 刚才紫敬讲到了 做生意的规矩 好 那我也来讲讲 做生意的规矩 赤壁之战 东吴花的本大 获得力应该比我们大 但说到根上 荆州他不是利 他是刘锦生的基业 是三十八年前大汉天子赤丰给刘表的属地 你怎么能把刘氏基业说成是东吴的 怎么能把天子赤丰当成利钱买卖呢 刘锦生去世后 金香才被曹造夺占 如今 锦生公子刘奇 再三相请他的刘皇叔替他夺回祖业 我主这才不必刀兵 不计生死 从曹人手中夺回金香 还与刘奇 吴侯乃仁义之君 周公锦和卢子静 更是当代高士 你们总不会厚着脸皮 再从孤公子刘奇手中 把金香夺走吧 如果这样 那和董卓 曹贼等人 巧取豪夺之辈 又有何意呢 孔明啊 就算你们夺取荆州 真的是为了还给公子刘奇 那你为何又要摆下借兵之计 又我东吴出兵出力击败曹人 自己却趁须夺成呢 你们这样做 是不是太不把我们江东当盟友了 敢问紫禁 江东就把我们当成盟友了吗 此话何意啊 当初周渔攻打曹人时 口口声声说只带三万人 可是江上粮船上运的 却是五万人用度的粮草 他为什么带那么多人 他的本意分明是取荆州后 乘胜攻打江夏 拿下我主臣等人 江夏成晓难以躲避 我主公若不拿下荆州 恐怕早就成了周渔的 接下储球了 原来周渔早有祸心啊 要想打仗是吧 那就明刀真枪地干嘛 干嘛偷偷摸摸的 我孔明斗嘴 真是徒劳无益啊 紫禁啊 我已将荆州 还给刘齐公子了 且已上奏朝廷 封刘齐 为荆香赐使 让他承计祖业 你看这是 敢问公子何在啊 请留齐公子 主公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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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并未多日 要不是紫禁相逼 朕不该让他出来相见 明哈 孤未无杂 马上 马上 大atamente 孔子 一起时 这真的 还得分 杀 回去劝我家主公先不去荆州 紫禁啊 紫禁果真是江东第一善人 我 我替刘七公子败谢了 不过 我现在要先替我家主公 向皇叔讨句话 紫禁请讲 刘七既然在 荆州自然归他 可是 万一公子不在了呢 到那时 如果你们再站着荆州不还 恐怕就没有道理了吧 公子若在 我主就替公子守一点 公子若不在 荆州归属 另当商议 孔明休提商议儿子 我们已经退让一步了 绝不再退 我的意思是 如若公子不在 你们应该立即把城池归还给我们 紫禁 我向来敬你是个磊落的人 没想到 你和公警一样 资诸必较 原来孔明知道公警的脾气啊 这样就好 恕我直言 公警的脾气大致呢 他的脾气一上来 六亲不认 水火无敌 就连我家主公也是拦他不下的 最要紧的是 他的脾气一上来 我江东十万大军 都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 赴汤捣火的 刘皇叔啊 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此事 就等于不给公警这个台阶下 到那时 公警定然会在南郡城下 陈兵五万 驻军三年 皇叔啊 好 此经果真是厚道人 连我怎么过日子 都替我想到了 那好 空明啊 就依子敬的意思办吧 遵命 来 子敬 现在荆州市已罢 我们该喝酒了吧 一醉方休 可好 好 遵命 我已经仔细看过了 刘琪已经病入膏肓 长则半年 短则三月 七人必死 到那时 我们再去讨要荆州 刘备必然是无言推辞 就怕他们言而无信 报 大都督 主公连发几令 让都督提军赴合肥相助 王晋娜 主公军令上不便说 主公军令上不便说 但是他肯定是陷入险境了 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 大都督 既然刘备已经允诺 在刘琪死后归还荆州 我看 我们还是持援主公为室啊 我看 我们还是持援主公为室啊 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呢 难道你不去合肥吗 我 你就禀报主公 说我伤情未愈 即刻奉还全部兵权 为拆桑养伤 前几日 徽师公娶南郡时 大都督尚不提养伤的事情 怎么今日去救合肥 大都督就要养伤了呢 诸督养的不是剑伤 而是心伤啊 剑伤是曹人给的 这心伤是谁给的 诸葛亮 我 board 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呀 孔明 孔明 喜讯啊 什么喜讯 吴军撤了 撤 怎么了 你好像不是很高兴吧 主公还记得 那天和在下讨论的那件事情吗 何事 周虞宫南郡时 吴侯为何北极合肥 是啊 当时你说 此事要问卢子敬 我问了 他遮掩不说 他走后 我一直在思索此事 现在我算明白了 吴侯是以此 强使周虞退兵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那先生的意思是 孙权鲁肃声明大局 周虞就不同了 他在江东一诺千金 其威望甚至超过了孙权 如果孙权压得住周虞还行 万一压不住呢 往后 我们和江东之间 怕少不了摩擦呀 还好好 赏仓给了我们一些时间 让我们精略精种 只是公子刘齐的身子 让人心忧啊 我已经问过医官了 怎么样 医官说 刘齐公子 毫不过几日了 周大人 你看 赏仲权的身体 你不过医官 还有一个租显 那个租显 不过医官 我给你承讨 你不说是 我还不过医官 他要不过医官 我只是听过医官 你不过医官 我给你帮医官 我已经接到他的辞呈了 走 先随我入营 好 主公这么信任在下 在下却没有办好主公交办的事情 甚感愧疚 主公啊 公军虽然赌气养伤去了 可他在南郡却留下了甘宁灵桶两只精锐 我看 他还是想再找机会吸取精香啊 你不必过于自责 公军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能把他从南郡城下拽回来 已经不易了 主公虚坏大度 真是令在下敬佩 说句实话 自从伯父将军走后 我一直心有动物的前途 可这半年来 我才亲眼看到 主公的心胸智谋 主公日后 定能够胜过父兄 成就伟业 我手无腹肌之力 胸无御敌之责 怎敢与我父兄并敌 不 主公早晚会微得驾驭四海 囊括九州 刻成帝业 自责 我一直视你为忠义 没想到你就说出如此 卑鄙的话来 亏你还身为汉臣 你难道忘了 天子还险于许昌 草草图谋篡汉 我们身为臣子 不能救主以示不重 怎敢再生这等异心 主公 此经所言 具具真心哪 主公想想看 曹操早晚必然成帝 刘备虽然满口正通 但他心里想的 也是九五之尊哪 主公如果没有天下之事 怎么和曹操刘备争雄 如果不争雄 又怎么能够独保我 江东不败啊 四经 你的心意 我都明白 但时机未到 万不可说此话 刘备有正统之名 豪操携天子 以领诸侯 而我孙权 东无异渝 我们 只能掏毁带变 原来主公心里 早就有天下之志 你看你 又扯远了不是 我现在最最关心的是荆州 刘备和曹操之间 何时能斗起来 主公啊 曹操一败于赤壁 二败于南军 他要想夺回荆州 少说要用半年的光景 整顿兵马 可这半年里 刘备也不会黄备 他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子敬何意 我料想 刘备得京香之后 必是声势大振 可是 荆州地下 又夹在曹操和我东吴之间 可谓是四战之地 如果刘备想成就大业 必然取得战略纵身 这样 才能够真正成为一方诸侯 所以 他必定会广招兵马 分兵去取 长沙 武陵 贵阳 陵陵等地 主公啊 这些地方 可都在曹操的手里啊 往第几次 走 十三 五 九 六 九 三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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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有良策献于主宫吧 郡师过奖 马良 何不辞交 正如主宫之言 荆州就像一棵 长在山口上的树 东风刮过来 西风又刮过去 若想不倒 一者去生出千秋也万年根 二者 还须将独木变成林呢 请先生明示 荆州襄阳 连年宝离战乱 人口锐减缺兵少量 而南边的武陵 长沙贵阳零零四郡 未经大乱 足可养兵囤粮 主公必须 取下这四郡 荆湘才可永固 那这四郡 当先取何军呢 湘江之息 可先取零零 次取武力 湘江之东马 先取贵阳 长沙为后 季长乃一方贤士 所限方略甚为妥当 请主公纳志 不过出征之前 应先请刘琪 去襄阳养病 不管朝廷旨意 下还是不下 我们先遵他 为京香刺史 他领了这个名号 我们才能取四郡 因为四郡 原本就是刘氏旧地 好 就这么办 多好听的曲子 乱世之中 唯有我玲玲府上 才有着 静心赏曲的地方啊 报 不好了 报 报 禀报太守 据探子来报 刘备 刘冠于守金州 采张飞为先锋 赵云为后应 亲率大军 杀奔我零零而来啊 刘备领了多少人来 大人有一万人吗 刘军来的不多呀 父亲羞虑 兵马虽不多 但别忘了 刘备是天天打仗 他手下的人 个个都是身经百战啊 更兼有张飞赵云二勇将 跟他们比 咱们这些兵 那可就像是绵羊啊 父亲太长他人之气了 我们刑道荣 可是力敌万人的勇将 只要他肯拼死一战 刘备必败无疑 主公 尽可放心 凭末将手中 这把梨花开山斧 定能叫什么张飞 赵云之流 有来无回 主公 末将必生前诸葛亮 活捉刘备 欠于主公 好 你如能击退刘备 我表奏朝廷 封你为车记将军 赐金封侯 谢主公 反贼 暗敢亲我证件 华猛 弗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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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下何人 说出武明 厁辱一票 我乃是 零零尝正军 请倒容 厉害啊厉害 现如今 无名鼠辈都有弱大嗓门了 你知道武是何人吗 武乃南洋诸葛孔明也 曹操英百万之众 被武掠师小记杀得片甲不回 如等岂敢于武对敌 吹牛 赤必敖兵 赤人皆知 乃周瑜之谋 敢辱何事 还敢夸口 待武取而勾头 杀 所以要是正谈门 又再跟武为一人 修杀 voz 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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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住邢将军 叫他不要犯险 估计准来不及了 出门妖道 快出门出来受死 出门妖道 你在哪里 快出门出来 将军你看 我妖道在那里 好 随我追杀诸葛儿妖道 来着何人 是你 张飞 你就是那个朗德虚名的卓俊图 看我拿你 你 你 爷爷是朗德虚名之辈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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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不是瞧不起 浪德虚名的卓郡屠户吗 怎么现在狼狈到这部天地了 张将军饶命 说实话 小子以前也是一屠户 郁将军你同纵一脉啊 可后来到了刘太守帐下 浪玉冲入做了上将 我只为混口饭吃啊 求张将军 你现在想起来跟张将军叙旧了 晚了 来就看了 大人 大人啊 大人 小子少有八十岁的高档 下有韩军如此 求将军饶了我吧 发我一段生路 瞧你那个熊眼 长得五大三粗的 想干吗 怎么如此怕死啊 是是是 这脑袋掉了 不过万大了八 怕胜 安张飞最恨你这种窝囊费 好 待俺亲手砍了你 走 大人 救命啊 大人 将军且慢 新将军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万万不该骂易德是须名图虎 他最恨别人罢他这个 小子知道错了 小子这辈子也不敢了 小子有生有失也不敢了 张将军 拿刀把小子割了吧 舌头给割了吧 只要放小子一条生路 小子少有八十岁高档 少有韩军 好了好了 念在你对令堂一片孝心 我替你求个钱 听着 若能拿一件大功劳来换 我就让易德饶了你 若军师敢放我回去 我愿为内应 引贵军来袭 活着流失负尊 陷于军师 那我凭什么信你啊 小子已经知道错了 小子万万不敢欺骗将军啊 易德 行将军一片成心 你就饶他一命了 主公 你看此事如何 好不好 就听军师的吧 谢谢老爷 谢谢张将军 在 宋榜 诺 谢谢张将军 谢谢 那你如何个泄法啊 这 今夜三哥 请将军 应贵兵到林林城下 小子举火为号 打开大门 以恭迎各位将军 好了好了 左右 在 送刑将军出营 诺 谢谢 谢谢将军 谢谢支持 谢谢啊 谢谢 孔明啊 这个刑某武艺稀松 口舌刁钻 还不到半住相的功夫 就把他的主子卖了两三回呀 此等下贱之人 其言其可倾心 不瞒主公 我早就看出 刑道荣是个无姓小人 他回去之后 必定会吹嘘自己 如何血斩三军 如何手刃强贼 最后杀出重围 他不但不会帮我们做内应 反而会引我们 进入他们的埋伏 而咱们呢 正好将计就计 对 好 子龙 义德 听我说 此次我们南下 要想打败这四军的郡守 并不太难 难的是 既要攻取四军的土地 更要取四军的人心啊 所以我义 能不战 则尽量不战 能少杀一人 则定要少杀一人 这才是上人之人 上山之善 切记 不可与当地的官员 结起恨 明白了 在主公心里 早就把四军 当成自己的家业了吧 我呀 是什么都麻不过你孔明啊 打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安依旧 孤沾长生 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见殿平生之微愁 情没珠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谁是日的手 烈火非洲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 风流 不是空 也不是药 已灵魂到永久 不是君 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首 与天地同首 优优独播剧场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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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